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528节 狗哥不吃饭 四子已经开始带哭腔了,扯着李泰的衣服不住的摇晃 李泰重重的一拳砸在脑门上,对四子说 四子,四哥一直认为铁石兽不该吃铁,他应该吃别的东西才对 听了李泰的话,云叶嘴里的茶水就喷了出去,急急的问 啊,你再说一遍,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吃铁 秦陵里跑出来了三只花熊,被百姓们抓住了 被当地的官府送到了皇宫,说是上古易兽石铁兽 已经半个月了,四子给尸铁兽喂铁,他不肯吃 那就算是最好的摆电缸都不肯吃 以前皇宫里啊,也有这东西 结果呢,都是不吃东西,活活饿死他 云叶听的已经是傻掉了 脑海里只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 一个粉嘟嘟的小女孩含着泪水 抱着一大块铁,往衰弱无力的熊猫的嘴里喂 这不是真的,人家熊猫从来就不吃铁,从来没有吃过 想到这里呢,云叶有些抓狂了 必须把熊猫救走 他在皇宫里被一群残忍的霸王龙围着 绝对活不过这个冬天的 急匆匆的跑到四子的狗笼子里看 果然,两大一小三只熊猫无力的趴在笼子里 小的那只被饿得已经要死了 三只熊猫都很衰弱 模样可怜 这要是在后世 四子就算是再可爱 也会被全世界的人们所比弃 只要看看笼子里扔的那些啊 闪亮亮的钢条就知道了 绝对是上好的钢材啊 为了方便熊猫进食 江座间特意把巨大的钢钉裁成了小条 看样子熊猫还是没什么胃口 两个内饰居然开创性的往钢条上涂抹了蜂蜜 希望熊猫能铁食蜂蜜的时候 顺便连钢条一起吃掉 我也觉得花熊吃铁有些扯淡 就算是被称作食铁兽也是一样啊 就像你的马轿旺财 我的猫叫做蜂颖一样 那都该是外号才是啊 李承贤挠挠头发 转头对云叶说 以前皇宫里养过这东西 我难道就没给你们讲过这其中的来历吗 云叶奇怪的问 自古以来 关中 蜀中 龙南 就是熊猫的栖息地 人们呢 都把它叫做花熊 皇宫里奇珍异寿很多 怎么可能没有熊猫呢 哎呀 蓝绫养过 现在蓝绫总是在书院 要么就是忙着自己的奶堂生意 这一整天都不见人 四子年纪小 不知道 也是应该的 李泰自己 装出一副万事通的模样 若无其事地给云叶讲述 熊猫在皇宫里的 非惨遭遇 明明他自己呢 也不知晓 好在皇宫里就有剑竹 云叶让内侍啊 却砍一些嫩枝子过来 一股脑子就塞进了笼子里 熊猫立刻就来了精神了 抱着竹子就开始大吃 速度很快 看样子呢 饿得不轻 至于铁条 云叶已经吩咐内侍拿走 这么蠢的主意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四子拍着小手在大笑 笑了一会儿就不笑了 打算让云叶专门来皇宫 帮他养狗狗 到了现在 他依然固执地 把熊猫叫做狗狗 虽然说做一个熊猫饲养员也不错 但是里程前抱着四子说 云叶不能给你养狗狗 他得想办法帮着父皇 养活天下的百姓 善良的四子 最后忍痛割爱 把自己的三只花狗狗 托付给了云叶 让他养在书院里 自己每个月都会去看 学生们都在放假 书院里冷冷清清的 只有一些外地的学生 还留在书院里继续攻读 一个半月的时间 是不够他们 从家到书院来回走一趟的 从初一到十五 是举国欢庆的时候 留校的学生 未免会生出几分思乡之念 不过这种催发了 无数美丽诗篇的思绪 被三只憨态可居的熊猫 冲得七零八落 山里还是白茫茫一片 竹子都被大雪压得折断了 冬日里 熊猫找不到觅食地方 才从山里出来 所有的动物都需要盐分 熊猫闯到百姓家里 发现百姓家的铁锅上 附带着微弱的盐分 这才不停的铁式铁锅 有性子级的熊猫 还把铁锅咬破 铁式碎铁片 被百姓们看到了 就误认为熊猫啊 是一种吃铁的怪兽 到了书院 自然不会再有吃铁 这么凄惨的事情发生了 留守的学生们 听说了熊猫的遭遇 激发了强烈的关爱之心 过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蛋糕发放 他们宁可自己一边流口水 都要把蛋糕 省下来喂熊猫 至于建竹这东西 书院周边的竹林 那算是倒了霉了 不嫩不鲜的 一律不得喂食给熊猫 有勤快的 专门去帮着熊猫找冬笋 熊猫或者 真的只适合活在 人类的关爱之中 短短的一个月 三只熊猫 就恢复了圆滚滚的体态 就算是往外撵 也不愿意离开书院了 整日里在书院里 东游西晃 将一座假山 盘踞为自己的据点 居然知道 把学生晾晒在外面的被子 扯到洞里 给自己垫被窝 日子过得逍遥 也幸是看不见了 见不得学生端着饭盆 只要听见饭堂的钟声一响 这一家餐口 就会去饭堂门口守候 饭堂里不敢进去 那个胖胖的厨子 会用大扫帚往外撵 厨子们见熊猫 很是识趣 也就在每日熬粥的时候啊 多加两小碗米 多出来的夜锅 亮温和了 就到在一个很大的猪草里面 供他们一家三口享用 四子过来看过好几回 云叶不许他们靠近熊猫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狂醒大发呀 还是不要惹他为妙 四子总想和云木一样给熊猫架上鞍子 骑着熊猫到处溜达 可惜啊 他柔弱的身体再加上先天性的心脏病 让他的愿望总是落空 小四子的眼底总有一丝红血丝 十根手指的指甲也总是呈现一种不健康的青色 孙四苗用了很多药物 但是效果都不好 云叶知道 这个孩子活不过十二岁 所以呢 对他就给予了最大的宽容 李二 长孙 李成钱 李太都知道 只要这个妹子想要的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都会帮他摘下来 只要云木有的 云叶就会给小四子都准备了一份 家里的大狗呢 也给他找了一条最温顺的 李成钱找了最好的皮匠 给他打制了一套非常漂亮的鞍间 可以套在狗身上 虽然不能像云木那样 骑着旺财冲锋陷阵 但是在内饰的牵引下 慢慢的走一圈还是可以的 这样交官的环境下 四子依然没有被怪坏 五岁的小姑娘 已经在努力的学习书法 而且天资聪慧 善良的天性 更是让皇宫里所有的人 都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 晋阳公主就是他的封号 李二把这个最最贵的头衔 给了自己赢弱的女儿 就希望帝国的强大福威 能帮助他延年益寿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 就匆匆流走 当四子发现书院里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才知道新的学期开始了 他不喜欢清冷的皇宫 喜欢书院里那些少年 还有白胡子的李刚 因为老头子总是把他放在膝盖上 被仆役推着 在书院里闲光 晒太阳 有时候看自己的三只狗狗睡觉 自己呢 也会迷迷糊糊的睡着 云夜 四子的病情 你真的数足无策 李刚有时候看着已经睡着的小孩子 就会问云夜这个问题 这一次已经不知是第几回问到了 没办法呀 他的病是先天性的发育不全 而且是最恐怖的心脉上的病 孙道长研究了很多药方 虽然能够催生他一时的气血 但不及根本呢 如果家师还在 说不定能够打开他的胸腔 修补好他的心脉 但是我们 哎 没有办法呀 云夜说的家师 就是指后世发达的医疗 在后世 如果有这样庞大的世家 心脏都能换掉 一个心脏修补手术 应该难不住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李刚拍着椅子 扶手叹息了一阵 就开始训斥 云夜跟着一人 什么好东西都没学到 平白浪费了粮食 就学了一些 没用的吃喝玩乐 对此 云夜乌言以对 开学了 书院已然恢复了往日 自己的固有规律 除了多了三只懒熊猫 以外呀 好像没什么变化 女孩子们对熊猫爆发了令人发指的热情 于是熊猫的布偶很快就在女子书院形成了一个风潮 西帕地亚也不例外 最大的那个熊猫布偶就属于他 大唐却在这个新的一年里爆发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二见国库充盈 将士凶猛 万国来朝 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足以向上天报告一下了 所以就打算去泰山风扇一下 再者 带上进阳 沾一点国家气韵 说不定在这样的喜庆气氛里 晋阳的病可以不要而遇呢 魏征打死都不同意 上本说 国家现在从洛阳以东直到东海之滨 荒野千里 人烟稀少 鸡犬不闻 百叶凋敝 这个时候去泰山风扇 一定会加深山东之地 百姓的痛苦 就这一句话 云野看到李二对魏征的失望 可说到了极点 为了不让皇帝去山东分化打击豪门 魏征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如果是五年前 魏征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但是现在这话是不对的 皇帝下令流民归田之后 无数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流民 已经慢慢的回到了昔日的家园 开始重建自己的家乡 朝廷三年不税的法令 已经昭告了天下 土豆这种东西更是种得满世界都是 登州 来州 这些地方已经慢慢形成了大城市的雏形 登州刺史要求扩建城池的奏章 已经在皇帝桌案上摆了一个多月了 你现在说山东 凋敝 这是何道理啊 众所周知 支撑建立起礼堂天下的主要有三股力量 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关隆集团 他们本是源自北魏显卑族贵族的军人团体 其中呢 既有胡话的汉人 也有汉话的胡人 原来歌割中原的北州和北齐 便是由关隆集团一手操控 至于由北州开国皇帝宇文泰亲自陪职的八大驻国 宇文泰 也就是李世民 曾外祖父 原新 李虎 这个李虎是李渊的祖父 李毕 是李密的曾祖父 赵贵 于解 独孤信 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 侯墨 陈崇等人 其威名更是无远福尽 这八大驻国之中 宇文泰乃是李世民的曾外祖父 李虎呢 乃是李家的嫡系曾祖 李毕乃是李密的曾祖父 而隋文帝之后 以及李世民的祖母 都是孤独信的女儿 西魏 北州 隋 唐 四个朝代 与这个八驻国密不可分 你要是仔细留意一下 就会发现 隋唐兴替的乱世当中 互相杀伐的四方豪杰 以及朝堂上的著名大将 往往都是沾亲带故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这是第二支力量 便是山东集团 其中呢 又可划分为两派 历史悠久 中族世大的山东士族 以及野心勃勃 出身寒门的 山东豪杰 前者以百年来所积累的声望门阀 自立于世 而后者 则依靠隋末以来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独树一帜 这两股力量相互间既有矛盾 又能够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他们长期以来都在让李世民有伟大不调质感 好在借用云业的力量 李二成功的压制了山东豪门 卢家的血案让他们认识到了刀把子的可怕 现在老老实实的待在山东 俯首帖尔以图后世 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 往日的不可一世的崔家 郑家 卢家 不作声 老老实实的接受了士族制的安排 成了二等三等的家族 要知道 云家 现在就是三等家族 只要云家有闺女和皇家结亲 或者皇家有闺女下嫁云家 迟早都会成为二等家族 而以魏征为代表的山东集团官僚 也正是利用了士族的庞大势力 使得李世民在政令措施上多有让步之举 不过山东集团在李世民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过程中 也为其贡献了不少才具着意的文武贤能 因此 李二对这支势力是既爱又恨的 既要小心提防 又要加以笼络 最后一股力量便是长期居于江南自成一体的江南文士集团 他们同样继承了未尽以来 门伐贵族势力的续余 在随统一南方之后啊 其政治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 但在江南地区仍然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力 这些人的特点是无权无勇 让他们统兵打仗 是非所长 不过他们向来以一观正统自居 要说到对前朝典章的钻研铲发 可谓是无人能出其作用 而唐初一英政治制度的设计 典章礼仪的制定 多出于他们之手 这三股力量形成了唐初政坛官场之上的基本格局 其中关系犬牙交错 复杂异常 故而对他们李二向来采取 风而置之 参沙子的原则 玉山书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大 未必没有李二纵容的结果 这样的信任和纵容只会出现在云叶的身上 换一个人 李二绝对不会这样放纵 云叶看得出来 未争的话算是伤了李二的心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兴致勃勃的李二想要祭天 那就去祭呗 大家也有机会去泰山 旅游一圈很不错 干嘛要阻止呢 更何况皇帝出行 对当地的经济一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六万人的衣食住行 不需要花钱 李二家里现在是穷的就剩下钱了 他两个闺女也捞了不少钱 整个朝堂之上静的吊根针都清晰可变 李二把目光转向了房玄陵 他忘记了老房的老婆也是山东大独 杜如悔从来不参与这些事 闭上眼睛装睡觉 秦琼成咬金那更是低下了脑袋 他也是来自山东的响马呀 自古以来皇帝出巡 几乎就是祸害地方的代名词 士族纠纷和秦琼成咬金这些人无关 他们是士族制的受益者 只是单纯的不愿意皇帝去山东祸害自己的乡民而已 李二的目光显得更加愤怒 长孙无忌还是没出来 这家伙还在为皇帝给他安了一个赵州刺史的头衔 很不满意 这分明是要把他赶出长安去地方上自生自灭呀 心中有气自然不肯处理 皇帝最后把目光停在云叶身上不动了 云叶甚至能感受到李二灼人的目光 盯在自己的哪个部位上 陛下 臣认为魏征说的有理啊 如今山东河北之地依然荒僻 也穷顿不堪 陛下要去封扇 随行人马绝对不会少于六万 这些人吃马嚼的一路过去 就会把陛下这几年在山东河北续养在百姓家中的钱财 消耗一空了 自然是得大于失 不划算 魏征愤怒的看向云叶 因为他听出来了 云叶已经偷换了概念 咋不能去泰山封扇的理由偷换成了单纯的钱粮 果然呢 这句话让李二龙言大悦 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哈哈哈哈 啊 原来如此啊 魏征说的果然有理 百姓的福祉大于天 这个道理就是朕也要遵从的 呃 不过为情多虑了 这次风扇 朕会自带粮草 切勿 地方官府不得修造行工 也不得开山辟路 更不得黄土电道 所有民意全部取消 如此 可能去到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